2016年初来自青岛的中国家用电器公司海尔 收购了美国通用电器旗下的家电品牌 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肯塔基州的记者尼亚 请她来介绍这家公司现在的情况 尼亚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位置就在通用电器 家电分支在肯塔基的工厂 那么我现在所占的位置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洗衣机设备的装配线 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采访到了这家公司的CEO 我们知道在2016年 中国公司海尔是斥资54亿美元购买的这家公司 那么CEO表示他是经历了两任管理团队的一员 那么他所感受到的是除了最初少数的语言和文化上的摩擦之外 他发现两个公司有很多的公司文化的相似之处 而他说他认为他从一个中国公司处学到的 是维持在大面上的宏观的管理之外 更多的发展很多小的创新的团队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海尔真的在考虑如何将业务分成非常小的部分 我们把这些细分市场称为微型企业 他们还考虑如何确保公司专注于市场 专注于个人消费者 我想他们真正给通用家电带来的是小企业的精神 更像小企业单元微型企业 更多的关注客户要什么 如何满足客户 经历了这次并购之后 尽管公司的高层表示 他们经历了一些市场以及技术方面的调整 但是我现在所谓的位置生产线上的工人们说 他们并没有经历很大的不同 我们以前是美国大型企业通用电器公司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被海尔收购 我认为工人们有点紧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没有看到管理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们仍然在那里 也知道这些人每天都在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我认为这让他们有更多的安慰感 知道我们在一起经历这个变化 我们也持续看到高层 在为我们洗衣设备车间的投入 我认为这也有助于员工 会成为新公司的一部分而感到舒服 以上就是记者今天掌握到的消息 更多的后续报道 我们会为大家追踪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尼亚在肯塔基州的连线报道